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民国42年 是在南投集集 中学毕业了以后 我是考上台中二中 他们都觉得这费用还是太高 查班 考上建中 我是建中毕业的 大学是考上海洋大学 因为我们以前都考是要填志愿 我就只要练国贸跟管理 所以到后面 天天怎么有个航运管理 因为有管理所以就把它填进去了 我想反正不会上 就上这里 但是我的经验里面 曾经随长榮的船跑了一趟 从中东回来 那因为他就说你所主管的航线 公司让你有机会 随着你的船去跑 大概一生就有一次机会 这个我是以船东代表的身份到船上 第一个我已经跑了六十几个国家了 新冠费员之前我每个月大概都要出国一到两次 需要跟国外的代理往来 违航公司我现在在两岸三地 我在大陆有三十几个公司 印尼 越南 柬埔寨跟美国都有我自己的公司 我就是他第一任的美国县的客长 你要知道以前 你在阳明海运 他以前是召商局嘛 后来变阳明海运 阳明海运从传统船的运输 跨主到货柜船 货柜化 我在1978年进去 在1982年我就带了一个访问团去美国 访问开拓美国市场 从美国 因为美国县跟其他航线是不一样的 美国县就是他有一个FMC在管理嘛 他就有一个联邦海事委员会 在管理船公司 海上运输 他都是归他管 所以他就是有他的规定 你就一定要去跟他报备 别的地区只要你开航 他让你开航 你就可以去 但美国县 美国政府的联邦海事委员会在管 叫FMC 我比较公平地讲 阳明海运他们很厉害的 不要讲说厉害 因为他以前 你要进阳明海运就是要高普考 不然就是特考 我进去是宜等特考 所以我有公务员任用职格 虽然你会觉得说这个制度好像很麻烦 但是我觉得所以他的人 其实他的人才是很好 因为你能够考上高普考 像我们宜等特考 其实他人才是相当的好 但是阳明海运的问题是在于他的体制 因为他是公家体制 没有弹性 阳明因为他受到他这个体制的限制 但是呢 他比方说你如果看张荣花他们的回忆录里面 他们张荣 他就讲他要开一条航线 他派人就花了好几千万 阳明不用 阳明就跟着长荣走 你看他发展历史大概就是这个一样 长荣开美国 他跟着开美国 他开欧洲 他也开欧洲 所以他的这个市场调查 他就省掉很多嘛 但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啦 我以前在阳明海运的时候 我1982年第一次代表公司 带了一个访问团去美国 我们要出去 都要经过层层的申请才可以出去 他说你要做市场调查 没有啊对不对 所以 但是呢 他就跟着长荣走 长荣臭的成功 他就跟着他去 他没有超越 他都还是跟着在后面 但他可以省下很多市场调查的这个费用 那我觉得在国营企业里面 阳明算是很有弹性的 他是很有弹性的 就回到我刚刚讲的 因为美国有FMC在管嘛 所以你的要的报价 你都要报备啊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这一块 美国现在就三个 我们总共是四个人去 那我就从东岸 然后绕回西岸 再回亚洲 就是回台湾 80年代因为台湾的经济一直在起飞 所以货量方面一直都 都还蛮不错的 因此那就陆陆续续 也都打开了 阳明他从传统船跨足到货柜运输 那时候 因为他是先有一个货柜研究小组 他就决定要做嘛 他决定要做 他开始造的船也不是货柜船 不是全货柜船 是叫做多用途船 这个就是在那时候做那个决策的时候 你要去convince一些人 他对货柜运输不了解的人 他会怕 他会怕 所以他就说造一个多用途的船 那也就说我如果这条路走错了 我还可以回头 但是当你是这样造船的话 那从我们后来的观点来看 那样的船的经济效率都不够了 阳明的船 因为临港要出去带船的时候 他说阳明的船最容易找 那个浮在水面浮得很高的 就是阳明的船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装的量不够嘛 人家别人可能装1200 他就装500 因为要留着装散装货 所以像这一类的 他刚开始他付出的成本会比较多 人的方面是蛮好 但是制度 一直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存在 1984 转到昌隆 这个昌隆集团 张荣发了你去郑森池 他找我了 他找我 那时候为什么找我 因为大家知道 长荣他们不用有经验的人 因为 我后来我也知道 我们公司大概也是这样 我们都用新人 好像一个白纸嘛 你要写什么你就可以写啊 所以事实上是 因为每一个公司 它的文化它的制度会不一样的 你说有经验的 他比来比去 我说没什么好比啊 你要到陶昌那个长荣货柜厂 那个货柜厂是新的 他需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 我就是属于那样的 所以呢我当时是因为 郑森池他找我 那后来在1986年 就转调了立荣海运 立荣海运那时候就开辟中东航线 我就从那一条航线开始 立荣海运的第一条线 中东航线 一直到后来 立荣海运做到股票上市 所有航线都是我开的 所以我在这里 规划新航线的能力还蛮强的 1991年 帮立荣海运开辟越南航线 帮他规划 最后一条线是南非航线 开辟航线 第一个 你要看市场的规模 因为你这个大概都是 属于比较总体方面的研究 市场到底有多大 印费到底有多少 然后你去估算 你能够占的市场率多少 因为你那时候都还没有航线 你去找客人 没有人会理你 所以刚开始就是要做所谓的调查 就是调查你的这个量 然后要找代理 所以开拓航线大概就是在这些方面 调查是调查这个 你一条航线 理论上来讲你要三年 才会开始起色 我那时候开始航线的市场都打不开 我讲中东航线 我曾经有一条 上去又下来五天 装了25个柜 我被老板骂死了 说你当时要给他装完 986 我们到87点就把它装满了 中东航线 后来就变成 立荣海印最赚钱的航线 其实你进去以后 就跟着公司走 那倒不是问题 我那时候进去 我在企划 企划单位 我是主管全球的业务 客运业务 业务跟货运都是我在管 我那时候我在管 我真的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你会问说 为什么要换跑道 我那时候上班在桃园那边 高速公路都大拆车 白天大概是早上去报道 然后开始就去开会 开了一天的会 累了要死 本来有很多的公司 应该要去看的 就没看 我就搬上来 就去开会 回来又搬下来 第二天又搬上来 那真的是很累 为什么要离开长荣航空 很辛苦这是一定的 其实虽然都是运输 但是其实海运跟空运 确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更精准的讲应该说 客运跟货运 我本来是做货运嘛 他都客运啊 所以客运我没有做过嘛 很辛苦 早上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昨天的飞机 装的怎么样 人数怎么样 飞机跟船很大的不一样 就船以前 如果我们做到 weekly service的话 每周一个航次 那压力是一个礼拜 飞机是每天啊 所以你每天来 哇好像装的这么少 然后他就开始开会 然后就一直问一直问 所以很辛苦 航空公司做的广告 都是形象广告 对不对 像我有举一个例子来讲 长荣航空有一个很 很成功的广告 就是金城武 所以你要去做promotion 你的对象找不到啊 离开长荣航空 我太太我 我连我母亲大家都反对 但是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每天开车回来 是一个很痛苦的 就塞在高速公路 已经累了要死 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的主管是张国正的 我们去菲律宾谈航权 他觉得很辛苦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太弱 所以你没有航权啊 所以要去谈 要去谈 我们政府也没办法出面 就是由业者去出面 我们去跟菲律宾航空谈 菲律宾航空当然不让你来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去 连哄带片 结果张国正 他位置没有预警的被换掉 就是在1992年的10月 那个时候 他递出他的辞城 我就说 老板的儿子就没做了 我们还搞什么啊 所以他送出之后 因为他也不用老板逼 他丢了就走 所以我就跟着他递了 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 当然主要原因 就是真的实在是很辛苦 其实那么多年 它是 长荣航空到2015年才慢 因为油价下跌 它才好一点嘛 然后接着又新冠肺炎来了 很惨 因为我回答你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当时1989年开始规划 利荣海运的越南航线 好 他们能 对方同意了 那我们就要派船嘛 我们就挑了一条 在利荣叫H-type 他开头就H 人道那个humanity 他就去 他是挂中华民国的旗子 我就去问他们的主管说 我用中华民国旗子的船 他没问题啊 你就来啊 我就去啦 航空就不吃啊 航空你就要航全 这个是因为 以前这个芝加哥公约 那时候所定下来的 所以就 所以他 航全是海运跟空 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 我是因为在长老航空做的实在是太辛苦了 那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经验 觉得人齁 你一生的黄金时期在35岁到45岁 我那时候40岁 我那时候40岁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也许有这样的命 因为我一直有在学校兼课 我想到WR最后 没有办法去教书也还好嘛 所以后来就去一家顾问公司 也是顶尖的顾问公司 我做得很没有去啊 所以我的顾问公司不是做这一类的 不一样我是做代理 因此我就再回到我的本业 我就是回到国际物流嘛 对不对 这个人脉就很广了 在船公司之间 我的关系很好 因为我以前都是代表公司 去参加同业的会议 所以我几乎台湾的散装的 这个货柜的公司的 那个当然到后面大家都变高阶了 我几乎全部都认识啊 我的本业国际物流 不管就是长龙还是阳明 这个组国际物流 它就是有让我们很着迷的地方 因为我们做物流业 你知道物流业是所有行业都需要物流 第二个它这个产业是一直 一直有很多的挑战 我们讲货运 我们要做客运嘛 就是货运 所以我们就 就是它一直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就是不会让你觉得 这个位置做到没有去 它是不会 所以是很有趣的一个行业 我们刚开始有这个遇到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业务发展太顺利 准备的钱不够 我们八百万的资本额 因为法令是七百五十万嘛 我们是八百万 你办公司啊什么弄一弄啊 开始就没钱了 没钱后那你当董事长的就是 就是压力很大啊 要花薪水的时候怎么办 对啊 所以刚开始 但是其实我们 我们开始的时候都还蛮顺利 因为我的本业就是做国际物流嘛 因为我的本业就是做国际物流嘛 然后以威航的今天的reputation 跟我的规模 那自然都会有一些人会来找 那我们看到好的机会 我们也会去参与 那区块链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是一直认为区块链或者IT的东西很重要 但是IT都要花很多钱了 后来就有人来propose 说我们来合作做这一块 那他想要做这一块 没有我们他也没有办法 他找到我们 我认为是最适当的 那所以他找了 我们到工业局去propose 这个要很顺利的就过了 那我自己也希望我们要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如果以这个区块链是这样来的 因为船公司有三个平台嘛 对啊船公司他就给他们自己的 但是for order 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for order的这个行业 你说船公司他有船 那卡车公司有船 但是我们是做服务的 你有船你有车 但是当你找到我的车 你要船车我全部都可以 所以你就很简单 你单一窗口你就可以做了 因为我就把这些资源给整合起来 那你要去 我常常跟人家做这样的形容 你到餐厅他就给你菜单 你要什么你自己打勾 我们就是这样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服务 我也可以办保险 我可以办报官 我可以什么 我其实都可以 只要物流相关的服务 我都可以做 所以就货主来讲 他像我们以前 你要报官你找报官 你要卡车你找卡车 现在不用你就找一个 我这样单一的窗口 不会比较贵啊 因为我把他资源给整合起来 所以 所以 我说像航空公司船公司 他们叫做什么 他叫提供运输工具 运输服务是我们在做 如果用旅行社来讲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我要出国我要买机票 现在机票很容易 因为上网就可以订 但你要酒店啊 你要接送等等 那这些服务就是你要找旅行社嘛 那其实我们是一样的啊 我们占了一个很好的地位 你如果像 我们用海运来 用船公司来比 船公司你看 他大部分都自己开发嘛 对不对 但是船公司开发 就是他自己用啊 我们为什么要有区块链 就是比方说 我的区块链里边 我需要五个partner 那我就把你拉进来嘛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的资讯的交流 我们就都都 我们都知道 因为你电脑的东西 最怕的就是说 我今天丢一个资料 你说他错了 全部都错了 区块链不会啊 你一定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你才可以改 你不能串改 为什么我们可以开发一个 这个物流的区块链 因为我的partner很多嘛 因为我本来就是 船公司也是我的partner 那海运都是啊 航空公司啊 报官航啊 什么都是我的嘛 他的由来是因为我在2018年2月底的时候 跟我家人去南极旅游 那一个游轮公司老板 他早期也是阳明海运的 他后来调到美国 后来他转去做旅游 他就去做到这个游轮的这个部分 那我搭了他的船了以后 我才知道说 人家世界就是这种小游轮 它是高端 非常舒服的 我们台湾在发展游轮 台湾人搭了游轮开开心心出去 要钱都给人家赚走 没有发展台湾的产业嘛 那我当时就是因为搭我那个朋友的船 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台湾 因为台湾的里岛就适合这种小船嘛 我们开我们要做的就是小船 那我们希望做入境的旅客 做高端的大概 我们现在常常叫关键池 所以我们就一个小船 高端入境就是这三个 那我们就希望带国外的这个机会进来 那在做游轮的这一块 他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他应该是华人在世界No.1 以这个小游轮 他是世界No.1 所以他要把他的这个 这个经验要带回台湾 所以我就说那我回来帮你推 刚开始只是想说 就找个旅行社合作 那他的船 那我们帮他卖一些船位嘛 但我后来开始去了解了以后 我觉得这个太小 这范围 我就如果是你的船 我们就两个人而已嘛 那台湾那时候 你没有把这个风气带上来的时候 那其实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有去南级北级的 台湾的旅客比例很低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一个percent 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过啊 那对啊 所以 所以我是说这个效益不够 那因此呢 我们就后来就 我就 我就提议说就成立 成立这个邮轮产业发展协会 我们现在讲说大邮轮 一个公主邮轮 立新公主来 那他就是我们的旅客 在内 那钱都给人家赚走 那什么叫邮轮产业 我们希望有个邮轮公司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做邮轮补给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可以人才培训 让年轻人到船上去 我现在是选这三项 因为其实还有两项 一个就是邮轮的造船跟修船 我这个尽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呢 台湾造船公司讲不懂啊 再来一个是邮轮管理 邮轮管理 因为你商船有很多都是给人家管理 所以那个management 它也是一个生意嘛 但是你没有邮轮的你就没有 所以这两项我没有 我就只有讲前面三项 我们大概是在一万五到两万顿 的这样的船 客人 用客人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三百到五百 这样的船 但是我们都做高端 他跟你收旅客 你去搭他的船 大概一天跟你收三百到五百美金 我们的船大概要八百到一千美金 那你知道他的船舱比较大 对不对 在船上吃的全部都包括在里面 没有新冠肺炎之前 船公司是 但是船船公司大家撩到 对 大家都大亏啊 你看阳明那时候 亏的时候一年亏到一百多亿 对不对 但是相对的货轮都赚大钱 客轮都赚大钱 因为客轮它的market是越来越大 因为医学发达嘛 所以大家的这个余秘嘛 我们就讲他退休以后都还有很多年 所以呢 他们大家就搭邮轮是最舒服的旅游方式 所以他人口是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增加 后来就没有想到说因为新冠肺炎 这是没有办法 我目前在推的 就是说我刚刚有结了几个项目 那我这边还是在朝那个方向在做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 我们现在开始的时候 因为邮轮很贵啊 邮轮的造价是非常贵啊 那一条船的造价就两亿五千万美金 长龙最大的 现在世界最大两万四的 他才一亿差不多八千万而已啊 他比那个还贵 他船小这么多 他那个二十四万吨 结果他比他还贵啊 他的这个投资 这确实是很高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说 你有了这个公司以后 你一定要去买船嘛 我们可以先租船啊 买二手船啊 那我现在是朝向就是 我先跟船公司 先拿一些船位 有一条 有一条船要来 法国籍的 那条船就是高端了 我跟我家人都报名参加了 要发展游轮 那你的港口设备要好 其实因为我跑过好几趟国外的这个 我其实我不认为是这个样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到 比方说你到阿拉斯加 沿途它有些港口都很简单 我们的港口都比它还要好 那如果说基隆 高雄 我也认为OK 那再加上里岛 金门 马祖 我就真的就 我认为是不需要 你就用我们这种船 因为它不是只有靠船的这个问题 而是你旅客它没有接待能力嘛 澎湖可能还好一点 但你如果一条船带了两三千个客人 我跟你讲 你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船没有办法靠 所以它就要接驳嘛 接驳你天气不好的话 那个很危险 我们认为邮轮补给的potential很大 台湾有多少良好的产品 搭过游轮 他们怎么没有跟台湾买东西啊 对啊 他没有买东西不是 不是游轮公司的错 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自己能力的问题 它要采购的东西都前一年就绝标 它开标 因为我们没有国际行销能力 我们都是这种很传统的这种高板店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它的产品要通过检这个食安 我们也没有啊 它可以到船上去供应 但是邮轮这个食安非常重要 你邮轮上面一两千轮 或者甚至就是几百人 你只要有一个case有感染 拉肚子或怎么样 我跟你讲那一条船就很惨 那另外一个就是人才的培训 你看你到船上都没有我们的人啊 我应该把我医生的这个经验 要传承给学生了 为什么要写这个书 就很简单把我的经验写下来 因为我本来都有讲义嘛 我就把那些内容充实充实以后 那我就把它写出来了 就是这个原因 霍桂英书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我就想要我自己要交的书 我就自己写 因为我自己这方面的经验这么样的丰富 在这个物流这一块 我是陆海空都做过的 这本书本来是一个朋友 他找我 我们一起来推动这个东西 那在我的序里面 我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是什么 因为台湾的货柜运输 其实是比大陆要早 台湾的海运发展是在大陆前面 但是我们以前台湾没有这样的书啊 其实海大在海运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很多人做得很好的 以前没有这本书嘛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你是学长 你是学长 就这样 但成就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写下来啊 我说你应该把台湾发展为小邮轮的亚洲的这个修船中心 那就不原理 当然邮轮跟商船的这个挑战是比较高 我们有一个美国公司的那十条船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很好做的 因为他造船的设计 那船东有一个大概三四十个人的技术团队 他在大陆也是那个团队 那团队移过来就可以做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比较难的就是在那个房间的装修嘛 细部的装修 船东本身有一个西班牙的装修的这个团队 那一条船大概 大概如果 以他的造价 他的在大陆造大概一亿五千万 十条是十五亿 我跟他讲说 我们的卡密群你都不用考虑 先把疫群拿下来 但他就是没有意愿啊 我是不同意的啦 所以现在政府的手都伸进来嘛 因为港口我们本来应该对港口的发展 但是他就会想说 我要发展什么啊 所以你港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主张啊 市港就是你市跟港要合作 对不对 但是现在市的都会有 有他政治的考虑啊 所以你港不一定能够 朝你要的这个方向来发展啊 对吧 对吧 谢谢观看